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养护多肉的时候 如果想要多肉能够爆更多的侧芽 我们呢有许多种方法 比如给它进行砍头处理 或者是摘芯 那么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这个操作的方法 但是有话有反应 自己在给这个多肉给它摘芯之后呢 就多肉竟然只在上面呢爆出了一个侧芽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啊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摘芯的时候摘得不彻底 我们摘芯的话呢 这个底部的叶片的话 最好就是多掰一点 不要只掰中间大概几片的叶片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多掰一点叶片 然后彻底破坏它的生长点 打破它的这个顶端优势 这样子把它的生长点彻底破坏 然后后期它才会在中间的爆出更多的侧芽 那么在掐芯之后呢 大家有几点一定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生长点 它这个部位的话呢一定不能够碰水 如果碰水的话就很容易导致 它的这个伤口腐烂 然后会出现一个病菌感染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伤口处呢 给它涂抹一点这个代生抹性这种杀菌剂 不仅可以杀菌 而且呢还可以保护伤口 它在伤口处呢 适当的涂抹一点 然后不要在这个伤口部位凝水 那么在做好这一点之后呢 第二点就是后期的养护 那么我们后期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 不能够再采用这个控水的方法 来养护你的多肉 最好就是呢 即使给多肉补水 让它有足够的水分 来促进它这个营养生长 营养生长旺盛的话呢 它才能够冒出更多的这个侧芽出来 然后的话要适当的给它补肥 不能够再进行控养 补肥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多肉全营养的水溶肥 这种水溶肥的话 不仅含有足够的蛋元素 而且含有非常高的这个甲元素 但你甲比例是15比10比35 那么它既可以避免你的这个多肉涂长 又会促进你的多肉长出更多的侧芽出来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多肉给它掐心之后 不爆侧芽的原因 还有我们后期的处理办法 大家只要系好这几点的多肉 就能够爆出非常多的侧芽出来 非常的壮观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